中國有一條生產線 我想都想不到 竟然會是用生產線形式來生產的 就是什麼呢? 衛星 連衛星都要出生產線 現在連產240顆衛星 嘩 即是說 中國航天現在的發展水平是非常之快 連做衛星都做了一條生產線出來 我們當然知道每個衛星有自己本身的特定功能 因此這條生產線一定要有非常高的智能 否則無法滿足到各種衛星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衛星有不同的要求 有不同的重量 有不同的功能 有不同的各樣東西 而將這些東西變成一條生產線 連產240顆 大約一顆 第一 有需求 你沒有需求 你正常生產線出來 沒用 第二 就是 那些需求能夠根據要求跟著變化 嘩 厲害了 那在哪裏呢? 這間公司 這個地方 原來在武漢那裏 武漢有一個國家航天產業基地 的衛星產業園裏 航天氣智能製造中心 通過採取智能製造的先進技術 可以實現生產過程中精準的感知 關鍵工作 質量實時控制 製造全程數據 採集和控制等功能 嘩 厲害了 現在連做人做衛星都出條生產線 那中國有什麼做不到呢? 哈哈